新的一年又開始了 今年猴年祝大家真好賺大錢 那現在BOSS教的這個東西叫做GSW45 GSW45的運用 這個是專門在運用在走路上的時候 要注意的地方 走路的時候要用的東西 那走路要用的東西 就是所有的Gimbal都有一個缺陷 一個致命的缺陷 就是它會shake 會上下的shake 那shake就會造成很多的 以下的上下起伏的晃動 那這個產品呢 收起來的時候大致上先讓大家看一下 讓大家先看一個收起來的狀態 收起來的狀態 收起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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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買個靠腰 買個靠腰 買個靠腰 你這樣收起來 那我們現在用手動裝載 手動裝載 打開 來 有的人是勾這個位置 勾這個位置 有人勾這裡 我的習慣是 勾這裡 看你走路的跨度 以及起伏的狀態 每個人都不一樣 這是初步的勾法 勾完之後呢 我們就把握手摸請上去 握手摸請上去 這樣請 請 請 靠腰 靠腰 可以這樣靠 好 那建議不要 因為這裡 這個狀態下 是收起來的時候靠腰 用 那這個狀態下呢 建議不要 因為這樣沒有意義 拍起來效果不會好 效果不會好 讓你知道有靠腰 它走路的時候這個晃動呢 好 再來補燈 大家可以看一下GSW45的教學 裡頭有很多它的示範拍攝 強烈建議 多買這些東西 快扣 啪啪啪 不用在那邊轉來轉去 好 再來我們把手機轉上去 還要幾分鐘 我錄60匹的 手機這樣轉轉轉 其實很浪費時間啦 你如果有個快拆 會快很多 好這就是那個 這個 GSW45的出接板 齁 GSW45的走路套 OSMO 中文套進出接板 智雲一樣可以用 智雲也一樣可以用 待會 跟它示範智雲 好 好 手機 小槓 小槓 這個位置 這個有個席位 小槓 好 好 那這裡存線的角度最好是90 最好是90 你可以拉一下讓它 好 拉一下90 好 拉一下它就會對90的位置 那記得有的人是這個角度好 有的人是扣在這裡好 好 結果 會因為你走路的狀態不一樣 好 好 這是 GSW45 套件 挑選 好 收起來喔 轉這裡 轉 轉下來 轉收 摺下來 摺下來 摺起來 好 那這個 這樣子狀態下 你就可以怎麼樣 收回去 收到你的腰的位置 好 是 很大的 赤 這是 是 這